Hello 兄弟们 我是有风 经常在评论区看到有兄弟给有风留言 问有风有没有那种免费的 可以无限的生成换脸视频的一个工具 主要是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换脸 那今天有风找到一个 马上分享给你们 你只需要跟着有风的步骤稍微点几下 那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视频换脸 你只需要提供一张照片 再加上一段你需要换脸的一个视频 而且换脸后的视频的话非常的逼真 就这么简单 最主要的这个工具它是免费的 而且是开源的 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工具用下来的话 它非常的吃你的电脑的配置 需要你的电脑配置要稍微高一点 那如果你的电脑配置过低的话 那么它生成的时间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长 这个工具叫做ROOP 这是GIT HOP上面 一位大脑写的一个免费开源的一个程序 它使用的原理是用显卡进行一个加速 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搜索这个关键词 hold on 然后你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进行运行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输入一个 IEX IRMO ROP.TC.HT 稍等一下 这里它就在调运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些资源 那你们 接下来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那就等待它这个系统自动进行一个 完成一个下载安装 那有风这个是加快了速度的 那这个它的安装速度的话 跟你的一个 网速和你的电脑的一个配置有关系 那这里的话要下载一个 2.7G的一个大小 下载好以后 它左边的话 它会自动的帮你安装好这两个软件 然后你可以打开一个来看一下 好这里到这里的话 它又会帮我们下载一个 CPU的一个程序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需要换脸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可以在PIX杯上面 找到一个免费的一个素材 视频素材 下载到你的电脑上 好我们这个孩子正在下载 这个我找到一个国外的一个美女 那等一下我们来把它换一下脸来试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找一个免费的一个图片 那我也在PIX上面搜索一个woman 搜索一个美女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美女的图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美女换到刚才那个视频上面去 这个美女可以 还非常的洋气 我们点击下载 好稍等一下 好下载好以后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换脸程序 我们先把这个两个下载好的文件 先放到我们的桌面上 等一下好早一点 把它拖到中间来 选择一个需要换脸的一个图片 首先的话我们先把我们这个美女的图片放进来 那后面的话选择我们需要换脸的一个视频 好接下来已经弄好了 点击开始 好这里需要一个你保存的地方 点一下 好已经开始了 好现在我们这个程序的话 它就在自动的帮我们处理 那这个地方的话 非常非常的吃电脑的配置 它需要调用你非常多的一个电脑资源 如果你电脑配置的个低的话 它会花会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那有风这个是加快了速度 实际处理时间的话 可能需要一二十分钟以上 好这里已经生成好了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换脸后的一个视频 效果还是非常的棒 好我们来对比看一下 我把左边这个图片的一个美女 那换她的脸 换在右边的一个视频上面 最后呈现了一个效果 那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换脸后的一个效果 还是非常的nice 最主要是这个东西 它是免费的 你想换多少换多少 左边是原视频 右边是换脸后 中间是被换脸的一个图片 我们用来换脸的一张照片 明显感觉 年轻漂亮多了 兄弟们觉得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你们可以跟着友风的步骤赶紧的试一下 那在我们的电脑上运行这个PowerShell以后的话 它基本上是全自动进行的一个流程 那你中间也不需要进行任何一个操纵 那可能需要下载一个接近三个G 接近四个G的一个文件到你的电脑上 那下载好以后 这个文件的话 默认保穿的到你的一个C盘里面 好了兄弟们 你学会了吗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友风留言 那友风看到的话 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那这可能是目前 在自己的电脑上 就能进行一个视频换脸的一个最快的方法之一 那除了硬件配置以外 你不需要支付另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它完全是免费的 而且是开源的 这一点非常的好 人工智能正在取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大进步 和一个质的飞跃 我相信的话 再过一段时间 AI视频的话 应该还会发展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那我是友风 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网上赚钱 和网上创业的一些思路或想法 那希望可以帮到你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友风留言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节目